过去30年,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有很多原因的,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,就是全世界对中国开放了市场,中国变成了全世界的大工厂,变成了全球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 多数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当然与共产中国,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体系是不一致的,他们为什么会对中共的政权如此的随敬,如此的妥协? 他们认为,当时很多西方的白左思维,他们认为当一个极权社会,比如中国当时的那个社会,发展几十年以后,如果富裕起来了,有了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, 那么很可能,会自然而然的通过改良,或者是颜色革命,逐渐融入到西方的价值体系,融入到与全球同步的价值体系,渐渐的,大家就都差不多了。 可是事实上,一个流氓有钱了,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流氓,他更加的耍无赖,还更加的横了。 你看,到今天,一次又一次的欺骗,一次又一次的谎言,中国越来越专制,越来越独裁,越来越没有自由,老百姓越来越被绑架, 并且他们用更多的财富,来干更多的坏事。 武汉肺炎肆虐全球,对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损害。 白左思维应该停止,全世界应该认清,流氓再怎么有钱,也还是流氓,成不了贵族,成不了正常人。 谢谢大家,大家拼命转,跑就拼命说,拼命话,谢谢大家。